烤茶末冈黄芽的茶园 这是我们茶园的主人黄老板 我们现在是莫干黄芽的茶园 这是新装的轨道 茶精采完了之后 就不用再单子下来了 直接从这个轨道就能下来 他这个茶园是有计划管理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黄色的 其实这个黄色的 就是粘虫子的 刘老师 你不要手丢了 丢不了 茶山就这么大能丢了 茶山就这么大点能丢了 空头跑得好快 这个茶园是 你看这个是个老茶园 九坑总 九坑总应该是七十年代的时候推广的吧 六十年代末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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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代末 出种的的嘛 就是这个茶嘛 我现在拿个你这样的茶也可以采了 你看这个可以采了 这个布有道都是它自己逼一逼一逼一逼 哦 哦 那个底下也是个啊 抓虫 防虫子的那个黄色的那个 那个板 不是吧 有个太阳灵的 嗯 太阳灵的那里 我那里在这里 看了一下 我以前是用那个电线 嗯 现在这个我们来近点看看它的茶牙 现在这个已经可以采摘了 这就是做木钢黄芽的茶树 这也是最古老的九坑种 好 哎呀 他们跑得真快 我这拍一下东西 他们一会儿就跑得好远去了 这个现在都可以采摘了 你看看 现在都可以采摘了 这是山上 周围全部是竹子 这儿是做了一个轨道 可以下来 这一片他们检测了 是没有农药 无农产 可以放心的去喝 上面那个 上面那个 还有那个蚊子 这里把它冻开 这里把它冻开 里面上的衣服 里面上的衣服 里面上的 今天前一段时间的冷 对这个茶园的影响大吗 这里冻掉嘛 影响肯定很难 把叶子冻了 再冻外面 哦 上面那个叶子好好看 别冻掉了 就是你采叉的 忘记的时候 这个草死下去 冬天就把那个草 撕起来 哦 草子 它这个草叶子的 其他草子生长 它对茶树会有影响吗 它会吸茶树的 肯定没有 日本净孔的吗 草子三百块钱一斤 草子 草子 草子了 一斤能做到 种多少地 没有多少的 哦 这个最新的是日本草 此域草 此域草 叫什么草 此域草 此域草 哦 查一下 前年尝试的 天津干旱 那边我尝试的 没有 车都没有 没有进 这样好 好 去年又搞 又干 又搞了这间 后来我那个纸 没有布下去 我要 还这里 我那个纸 铺下去 没有 车栏就浪贴了吗 对对对 它有个时间带 就是要布 布置的时候 干好干 哦 一定要这个时间带 哎 没有办法 搞不错了 这个 这个是 站路 这十把路都是自己弄的 不是吧 我自己弄的 啊 这都是你自己弄的 哇 这就是太阳能杀虫灯 然后这边我们能看到的黄色的其实都是沾虫板 这片茶园整体上面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地下的这个草 你们可以看到 啊 上面还有就是种的那个日本草 是莫干黄牙的老坪种 鸠坑种 我们现在的这个草象我看看那边是西是吧 这边是西啊 这边是西啊 啊 这边是西 这个这个这个茶园是朝冬的 啊 又是羊 羊羊羊羊羊 你这底下这个 这个土壤呢 这些是竹叶子 然后就把它弄到这儿来做肥料 这是竹叶子 烂了之后就是有机肥 我们可以看看 对 好 我们可以看看 这就是腐烂之后的茶树的肥料 竹叶子可以除草保湿 我们底下能听到吸水的声音 这就是三浅水流下来的地方 所以这片茶园是 旁边是竹子 这是竹林 看一下 这是大树的树根 这个大概有一米五高 旧坑种相对于其他的品种呢 它发芽应该是稍微晚一点 但是如果在茶园的管理和维护上面做得好的话 它同样的是可以 发芽还是跟其他的品种能做得同步的 给人家的茶园相差十天 相差十天 比人家早 这边旧坑种多吗 现在还有吗 老茶园 基本上人家都改掉了 很少 对啊 因为旧坑种 我想把这批茶树改掉 你也保护起来 因为旧坑种 它有一个特点的东西 就是 发芽碗 发芽粒 跟其他品种比发芽粒低 但是我们材料 那个种材料 我们还可以的 现在嘴里面很甜 我们进茶山一般的不会带水上来 就是口渴了 就揪点这个叶子 搅搅搅 然后口腔里面就满口生津 这个叶子就是我们把它采下来 然后呢 就可以这样吃 干茶 叫吃茶 什么叫吃茶 就是这样吃的 吃茶 搅的时候还是有点苦 但是苦净干来 21年的1月8号 10度 零下10度 好的 我跟他讲 今天呢 今天茶 茶也没有了 我那个在烧月份的时候 我 我这个 那上面有几棵酒康 我采去采到家里去过来 我跟他们讲 今天烧月份采茶一点 那怎么样 后来一下子冷下去 我们就知道 就是靠天吃饭了 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